這個壓縮原理可以用數字最簡單的方法來解釋 我們任何一個圖片或者任何一個訊息都可以用數字來表示 現在我們將這個圖片變成一寸數字 當然不止這麼少16個數字 但16個數字是一個例子 將一個圖片變成一寸很長很長的數字 123456當然是為了簡單起見 我們做方法怎樣呢 這個其中一個方法 要選取所謂Base有關係 我們將1加2變成3 2加3一直這樣加下去 就會得出一寸S1這個數字 然後雙減也會得出D1這個寸數字 結果發現原來Sequence A可以寫作S1加D1 你兩寸 所以A是可以分解作兩部分 一個是S1一個是D1 S1就是剛才說的光滑的部分 D1就是剛才說的比較高頻的部分 然後對S1重新做這個程序 將S1又分佈做一個比較光滑的部分 S2加D2 然後S2重新再做一次 結果我們可以得到餘下一個圖片 原來的圖片A可以分解作一個光滑 再加其他比較不光滑的部分 這樣得出來的方法 這個數據 S1、S2、S3、S4 S1是壓縮的沒有那麼多 S2是壓縮多一些 S3壓縮更多 S4壓縮更多 我們輸送這個圖像的時候 當然S4是最簡單 但是也會損失更多的知識 S1損失沒有那麼多 但是輸送需要的數據就多了一些 但是這個是一種方法 來壓縮圖像的一個方法 當然這個是比較簡單的時間 我們寫成這樣 小波的理論比這個複雜一些 以前做這個圖像壓縮的時候 有一個方法叫Fullier方法 Fullier是18世紀一個大數學家發明的 將這個波分解作很多基本波的一種方法 小波是最近這二十幾年來發展的 在某方面來說 被Fullier這個壓縮進步了 壓縮得大一些 而且得到效果更好 剛才說的是一個二維空間的壓縮方法 現在我們研究一個幾何訊息的壓縮方法 例如我們看到在座各位的面 人面 我們怎樣將這個人面 輸送到北京去 在電腦裏面 如果我們就這樣畫這個人面的話 要花很多時間 花很多這個數據 在Computer上面得出來的數據是不清楚的 我們假如試試看一個Teleconference 用Computer做Conference的時候 我們發覺 往往得取不是我們需要的效果 人的移動很慢 就是因為輸送 用這個數據輸送太慢 就因為圖像並沒有壓縮得十分好的原因 這是一個方法 是我自己和幾個學生做的 我們將這個人面 這個三維圖形 影射到這個球上面去 然後在球上面 找一組互相垂直的多項式 普通我們的球面條和多項式 然後將這個三維碎式 由這些多項式剪開 然後壓縮順式就是保持其中足夠多的多項式 所以我給一個例子來看 我們研究一個腦 我們用X光或者持共振的方法 拿100張圖片 二維圖片 然後將它組成變成一個三維的圖片 我們在左邊上面有一個腦的圖像 這是經過處理成這樣的圖像 我們將這個圖像影射到球上面 右上角是一個球 我將腦的所有的知識一一影射到球上面去 然後將這個知識在球上面分解 結果可以將這個 左邊很複雜的 原來的老的圖像 壓縮了256倍 變成下面這個圖像 所以這樣傳遞就快了256倍 因為左邊這個圖像 比下面這個圖像 複雜了256倍 但是我們覺得 自然用肉眼來看 下面這個圖像 和左上的圖像 基本分別並不大 所以是一個壓縮的一個好的方法 是三維圖形 壓縮圖像得出來的結果 這種做的方法和這種應用 在網絡上面會有好處 在做這個 medical imaging也有好處 怎樣將一個三維圖形 用很好的方法去描述 在這個醫學上會有很大的用處 現在我們來講保安的問題 數據保安的問題 數據保安不只是在國防上有重要性 或者在打恐怖分子上面有其重要性 在銀行 在這個種種金融方面的傳播 我們都希望數據能夠保安 假如有恐怖分子 入了我們的銀行系統 將這個數據全部搞壞了 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數據保安是比我們想像中嚴重得多 除了這個軍事上的意義之外 事實上有很重要的商業性的用途 傳統的保密一直到1970年以前都是相當複雜的 他們要用大量的保密的鎖匙 怎樣來管理和分配 激毀困難 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下來的方法 但是到了1978年有三個數學家提出一個新的辦法 這個辦法直至如今都是一個最重要的辦法 在數據保安裏面